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前几天马斯克通过一份长达46页 总字数超过1.4万字的起诉书 正式起诉了OpenAI 指控他不计后果的开发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 并且将他转交给了微软 马斯克的诉讼要求法院强制OpenAI回归开源 并且阻止公司及其创始人 以及微软这些背后的支持者从中获利 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的那期视频 起诉公开之后 OpenAI的CEO萨姆奥特曼的态度就显得很意味深长 到底马斯克与OpenAI之间是理念不合还是利益之争 我们作为局外人也很难揣测的清楚 不过现在这场史诗的大战开始进入了新的高度 昨天OpenAI用一篇长文 OpenAI and Elon Musk正式驳斥了马斯克的所有指控 虽然标题非常的简短 但是内容却相当的吸引眼球 OpenAI直接晒出了8年以来 各位创始团队成员与马斯克的往来邮件截图 并且反复重申OpenAI对成立使命的不懈追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OpenAI是如何反击马斯克的 文章开篇就表示 OpenAI的使命是确保AGI能够汇集全人类 这就意味着既要构建安全有益的AGI 又要帮助创造广泛的利益 文章是由Greg Brockman 伊利亚苏斯科维尔 约翰舒尔曼 萨姆奥特曼 沃伊切赫扎伦巴共同署名的 之前大家都还在猜测 伊利亚是不是已经因为与萨姆奥特曼的矛盾 离开了OpenAI 这种署名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回应 至少现在表面看上去 伊利亚仍然是OpenAI的核心团队成员 OpenAI在最新发布的长信中写道 我们意识到构建AGI需要的资源 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多得多 在2015年的一封邮件中 马斯克称 我们应该对外宣布一份1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 但是总的来说 作为非盈利组织的OpenAI 总共从马斯克那里筹集了不到4500万美元 从其他捐助者那里筹集了超过9000万美元 2015年底创办OpenAI的时候 Greg Brockman和萨姆奥特曼最初计划是筹集1亿美元 马斯克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OpenAI需要一个比1亿美元大得多的数字 从而避免听起来目标无望 他认为OpenAI应该从1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开始 对于其他人没有提供的部分 他将负责不足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设想一条可行的通用人工智能道路 2017年年初 我们意识到构建AGI将需要大量的算力 并且开始计算AGI可能需要多少计算量 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 才能够成功完成我们的使命 这个数字可能是每年大概数十亿美元 这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 尤其是马斯克认为我们作为非盈利组织 能够筹集到的资金 我们和马斯克都认识到了需要一个盈利性的实体来获取这些资源 当我们讨论以盈利为目的的结构 从而可以进一步实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马斯克希望我们与特斯拉合并 或者由他来完全控制OpenAI 后来马斯克离开了OpenAI 表示需要有一个与谷歌Deepmind竞争的对手 而他将自己来做这件事 他说他会支持我们直到找到自己的道路 事情是这样的 2017年年底我们和马斯克决定 下一步的任务是创建一个盈利性的实体 马斯克想要获得多数的股权 出使董淑慧控制权并担任首席执行官 并且在讨论期间他扣留了资金 是联合创始人李德霍夫案 帮我们弥补了工资和运营方面的缺口 我们无法与马斯克就盈利性调侃达成一致 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个人对OpenAI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都是违背使命的 然后马斯克建议将OpenAI并入特斯拉 2018年2月上旬 马斯克向我们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建议OpenAI应该将特斯拉作为摇钱树 并且评论到这是完全正确的 特斯拉是唯一有希望与谷歌相媲美的选择 即便如此制衡谷歌的可能性也很小 它只是不为零 很快马斯克就选择离开了OpenAI 他说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为零 他计划在特斯拉内部去建立一个AGI的竞争对手 2018年2月底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团队 他支持我们自己寻找融资数十亿美元的道路 2018年12月 马斯克给我们发邮件说 即使筹集了几亿美元也不够 做这件事需要每年迅速的筹集数十亿的美元 否则就算了 随后OpenAI在文章中开始说起了自己的使命 他们通过开源贡献等等方式 让技术能够广泛的使用 从而增强了人们的能力 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OpenAI广泛提供了当今最强大的AI 包括每天有数亿人使用的免费版本 例如阿尔巴尼亚正在使用OpenAI的工具 将其加入欧盟的时间加快了5.5年 Digital Green正在帮助肯尼亚和印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OpenAI的技术为基础 将农业推广服务的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 罗德岛州最大的医疗保健提供商LifeSpan 使用GP第4将手术同意书从大学阅读水平 简化到了6年级的阅读水平 而冰岛正在使用GP第4来保护冰岛屿 OpenAI认为马斯克明白 OpenAI的使命并不意味着开源AGI 伊利亚曾经告诉过马斯克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构建人工智能 开始降低开放程度是有意义的 OpenAI中的Open是指人工智能建成后 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从人工智能的成果中获益 但是不分享科学成果也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马斯克回答道 是的 在最后OpenAI的文章说道 我们很伤心 因为我们深深敬佩的一个人 他激励我们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他说我们会失败 还成立了一个竞争对手公司 当我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 开始朝着OpenAI的使命 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的时候 他又起诉了我们 我们专注于推进我们的使命 任重而道远 随着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工具 我们很高兴能部署这套系统 让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它们 好了 以上就是OpenAI博客文章的内容了 最后这段听起来有些委屈 但是大飞我听上去 有点哀怨的小娘子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 奥特曼绝对是一个非常善于斗争的狠角色 所以我稍微感觉有些矫情 正所谓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大家再商言商就好了 怎么还演起穷妖剧来了呢 我们再总结一下其中的两个重点 第一点 马斯克曾经答应为OpenAI提供10亿美元 但实际上只给了不到4500万美元 第二点 马斯克早就已经了解OpenAI 要转为盈利公司的计划 只是在OpenAI拒绝由他完全控制之后 才愤而离开 如果从这两点来看 马斯克之前以开源为名起诉OpenAI 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私欲在里面 说白了 他很可能也就是为了想出一口气 给OpenAI添点赌而已 不过OpenAI自己公布的内容里 也有一点令大家感到诧异 那就是OpenAI的开放 Open 只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从AI构建的成果中获益 而完全可以不向科学界分享 大飞我觉得这纯粹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那跟普通的商业机构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的机构也可以说 客户从自己的商业产品中获益了 而不需要把专利知识产权分享给社会 这不是一样吗 很多知名的人士也看不惯这一点 纷纷出来吐槽 比如说纽约大学教授 Garen Marcus就对OpenAI的说法并不赞同 甚至直接放话 简直胡扯 他认为现在微软拥有OpenAI的独家代理权 49%的利润都归他们所有 OpenAI不是在帮助全人类 而是在窃取艺术家作家等的作品来增加利润 OpenAI几乎完全放弃了开源 是世界上最不开放的公司之一 不管他们与马斯克之间的历史如何 声称他们的使命没有改变 完全是骗人的 以Garen Marcus类似 有网友也指出 OpenAI为了安全而选择不开源AGI的技术的说法 不过是冠敏堂皇 不如直接立即把这些成果 国有化或者是军事化拉倒 对于这个说法 Meta的首席AI科学家杨立坤也说道 如果你天真又自欺 可能会认为超越人类的AI指日可待 这不仅放在2016年是不正确的 到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你有一点优越感 可能会认为 你将是那个制造超越人类的AI的那个人 其他人都太笨了 无法安全的处理它 那你就错了 显然也是在阴阳OpenAI 文章中耐人寻味的 还有伊利亚苏斯科威尔 要知道对于马斯克而言 伊利亚苏斯科威尔 可谓是他最看好的科学家之一 2015年 为了把伊利亚苏斯科威尔挖到OpenAI 马斯克不惜于谷歌的创始人彻底决裂 5天前 马斯克在起诉OpenAI的时候 奥特曼 Greg Brockman这些核心的人物 均在被告名单中 唯独没有把伊利亚苏斯科威尔写上 甚至就连已经从OpenAI离职的科学家 安德烈卡帕西也说 马斯克起诉OpenAI 根本就不是为了人类着想 而是想看到伊利亚曾经展望的那个AGI 而时隔几个月都不曾有消息的伊利亚苏斯科威尔 这一出现就是在OpenAI反驳马斯克的文章作者栏中 也不知道马斯克如今会作何感想 最后还有一点大飞很想知道的是 邮件中被遮挡起来的那个关键信息是什么 很不幸 人类的将来将在谁的手中呢 好了 大家对这次OpenAI的回击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 我们也可以继续做好小板凳 期待马斯克的回复了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